1亿资源看一个千伤棒子 这个棒子159级 还有机会能用 飞魔王专用减了67命中 减的好多 证明属性好高 能减67好厉害 159级的武器的话 是1100天花板 1090多 1079的武器也有 1070多的武器在159级 反而卖的没有比175级贵多少 差不多1070多的武器在109级 也就是一个45万 现在的价格 最新的价格就四传 最便宜的话有30多万 这个是1070 也是1075 看一下咱们的159级 把武器能到多少 还能打12的某12的某 甚至25的名众 再加上一个876 再减求67 不可能用魔王上去砍 除去3加647 这把武器是1016 1016.66 然后的话3131自营桌能容量6.37 再乘以个零波程专用0.5 加上一个1016.66 这把武器的话 1037 1037的话还是加耐 折换层利敏的话 大概也就是一个1025 1025的话非专用的话也有 1025的仙族武器的话 如果129级有的也就是一个多万吧 老板这把武器底子还没有练宝石 没有打石弄 能加的就比较有限了 老板你加上一个几万块钱试试吧 但是这种武器卖多少钱还得以实际成交为主 有点高不成低不就 你说的没有用吧 他一成品1030多还挺猛 你说的有用吧 他得升级到159级 修炼的话得点到25 宠修的话得点到25 神器的话天平蔓延水药沥水 武器还得上当个15段宝石 就有点不高不低 这把武器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门派错了 如果门派当时你不是魔王寨鉴定的 67再出一个3 你再加上一个22.33 一千成60了 还是棒子 那就把那把武器给老板放起来了 老板那把武器并不算是能真正改写命运的神器 因为你自己的命已经很好了 装备已经很强了 你啥也不缺了 这善恶 这高连 这虚迷 对吧 你现在只缺一个100级体面的鞋子 灵质主主性全队 属性还报了5点 卧槽 这耳势上个九段行为时没有问题 灵质很强 老板刚刚鉴定出来无级别 他自己还没看 先让直播间的兄弟们一起分享 哥你刚刚发过传言了吗 但好像不是 因为没人来恭喜 老板出过金钦 玉钦 水钦 野兽放下 罗汉 流云 破碎 四海生兵 破甲 破血 现在是真的 除了四男子没出过以外 全出过了 还有一个新的特技 老板说 装备大概是在 第三个还是第四个 咱们从下排开始 无级别特技鞋 特技老师 简简单单的一个无级别 现在130无级别的鞋子 应该都到15万了 看一下最近成交的价格 100鞋 说今天成交的15万1000 15段的18万 这个是不强化的吗 强化的 那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这两双鞋差距好大呀 一个15万一个20万 这个不会是运的吧 跟什么服务器没有关系啊 你像这个15段都 都卖了20万 我感觉不是属性上的这点差距的问题 好的 牛肉无级别 三男子看 挖了眼 有没有无级别 什么鬼 三男子没有特技 全死特效 我他妈的 三男子没有特 金字珍宝 衣修礼 我操 过分 必中珍宝衣修礼 最垃圾的三个搭配 没有之一 我他妈服了 这除了不磨的话 斯罗琳还能用一用 这三 看